波兰政府一直都在宣称 它不会重蹈覆辙 像年初三四月份那样去封国 但是种种迹象表明 它估计会不得不慢慢走向重蹈覆辙的那条路 这段时间 波兰政府里面的一些重要官员都被确诊 或者甚至被隔离 包括波兰总理莫拉维奇也在进行隔离中 我们现在看来 从上周波兰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规定 就是在黄色区域以内的这些城市的人们 出门到室外是必须要戴口罩的 你包括又像年初三四月份那样 你去买东西 只能是在早晨的十点之前 然后到中午的三点之后 时间到十二点之间是老年人可以专门去购物的 这样他们不会受到这个限流排队的影响 我想呢 按现在这个势头来说呢 各种各样的限流限行可能都要逐步的出台了 在本周四也就是今天啊 波兰时间的今天呢 波兰政府还会宣布华沙是否会成为红色禁区 我也在波兰的首都继续关注这个疫情的发展 自然在这里 跟大家再会 拜拜